嗨大家 今他介绍的是 方法版注音符号卡2.0版本 第一版呢 已经全部卖完 那第二版印刷前 Debbie做了调整 尺寸变得更精小之外呢 他这一版会比较属于娱乐性质 等一下我开箱的时候 你会看到 每一张注音符号卡的后面 都有一个提问 然后增加了跟孩子们的互动性 然后可以一起做一些小活动 让孩子们在学习认识注音符号的同时 然后多一点乐趣 然后Debbie有交代 当收到拆模之后呢 你要把它上下 撑开一下 因为呢 他就是故意把它设计的有点紧一点 这样子卡 这样抽屉才不会马上划出来东西 不然可能会想到翻白一样 好 你看我就把它上下这样撑一下 然后这样抽出来就很容易 然后呢 这个卡 和小抽屉的背面呢 有这一些37个注音符号 然后呢 我就用乱数哦 好 我把它拿出来 我也不知道会抽到什么牌 我去抽 等一下 我要找我最喜欢的 它有出现吗 好吧 好吧 这个 这个呢 大家的最爱 挖鼻孔的乌 乌 好 那挖鼻孔后面会是什么互动呢 看谁的鼻孔 称最大 这种无厘头的问法真的只有Debbie才会想得出来 然后你看这是注音符号 乌 然后孩子们学完之后呢 你可以再让他去对应一下 找找乌 在哪里 好 那我们再来一张 我还是没有看到那个我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 哦 这个还蛮俏皮的 不然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吹泡泡的A 后面写着准备肥皂水来吹泡泡吧 然后孩子认得这个字 注音符号之后呢 一样可以翻到后面 你们找找看这个A在哪里 好 然后你看哦 这里面还有一些小巧思 它可不是乱画的哦 因为他们都有出现在这些37张注音符号卡里 孩子们呢 可以在自己玩玩 找找到底出现在哪一些注音符号卡里呢 你看是不是光看就开心啊 我也想要自己来一盒 这是一定要的 好 那先介绍到这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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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